人生無常 永遠猜不透是明天先到 還是意外先來 我是蔡品宏 網路時代帶給人類世界 非常方便的生活 以及迅速進步的科技 但事情永遠都有一體兩面 方便的網路也暗藏非常多的危機 在我們每天瀏覽接觸的資訊當中 不知道多少是虛假惡意的資訊 有很多人是無法分辨真偽的 因此落入了有心人的陷阱當中 例如網路交友好了 在你螢幕面前看到的這個人 他真的是你想像的這樣嗎 又或者他真實存在嗎 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 是一個令人髮指的惡狼林何俊 他專門以網路交友的方式 去誘騙懵懂無知的未成年少女 用話術去誘使他們拍下裸照 接著再加以威脅被害者 交出更多的裸照 讓被害少女從此陷入 無法翻身的地獄當中 准台大神林何俊在即將入學之際 被一名15歲的少女控訴 少女指控林何俊又拍裸照 並且在旅館內撫摸她的胸部以及下體 此事驚動了警方 再加上刑事局才剛剛偵破犯罪集團 用裸照撰取廣告收益的案件 懷疑兩者之間或許有關聯 刑警直接指導黃龍 直接挺進了林何俊的住處 並且搜索她的個人電腦 原本還故作鎮定的林何俊 此時開始害怕的戰鬥 因為她的電腦裡面 最噁心、最可怕的秘密 即將要被公諸於世 按著滑鼠打開一個個資料夾 裡頭竟然出現的都是未成年少女的裸照 此時嫌犯還在一旁不斷求情 幫什麼忙 你現在只有你自己幫著了這裡 刑警在搜索電腦的期間 林何俊在一旁不斷苦苦哀求 換來的只有警方的冷言冷語 因為此時此刻警方發現 電腦磁碟內的其中一個資料夾 檔案大小高達120GB 十分可疑 點進去一看 這個資料夾裡面 還有超過80個資料夾 全部都是未成年少女的裸照一集影片 而且更變態的是 林何俊為每個被害人 各自建立好資料夾 而且還依照姓名、年齡、學校、身材等等來命名 例如 9歲、小三、國小、超清純有FB、有影片 小四、國小、超色、有地址 諸如此類的資料夾 而最小的受害者甚至只有8歲 真的是非常變態 警方一邊搜索 厭惡的表情是表露無疑 而站在一旁看著這一切被揭露的林何俊 整個人魂都沒了 因為他知道除了已經社會性死亡以外 接下來他得面對的是超過80名被害者的控訴 以及司法的制裁 可以判我死刑嗎? 這個事實上不會給犯錯的人第二次機會 你可不可以給我死刑 讓我直接離開這個世界 你知道是錯的為什麼要做? 因為我不知道啊 林何俊在移送的過程當中 羞愧的哀求判他死刑 可是呢 他隨後又吐出了一句話 他不知道這麼做是錯的 死到臨頭了還要狡辯 聽了真的是令人直搖頭 可是像這樣的高材生 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他的發生手法和動機又是什麼? 我們試著從他的成長背景來分析看看 林何俊家境算是蠻富裕的 雖然父母早早就離婚了 幾乎都是由阿嬤帶他的 但仍然給予他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栽培他朝醫科邁進 而就讀慈濟科大的時候 更以推薦的方式 在2017年考上了台大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 這背景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用功向上的好學生 就沒有勞勞 我跟他搶的 搶的搶所以我實際上我會打 打到我自己也不甘 跟肚子變成乖 不然這些人會不會 總是做二餐我怎麼知道 做什麼事情? 臉書上一張張出國旅遊照片 也打卡記錄一早起床到七星潭淨灘 或是擔任環保志工團總召 帶著大家登山做環保 空閒時間參加社團做志工 畢業前推增更上台大第一學府 學校張貼大大紅綁單 榮運系友未效爭光 公開社群照片 也都是戶外活動的陽光健康照片 乍汗之下都沒什麼問題 可是林何俊有一個非常脆弱的弱點 那就是他非常的自卑 而且人際關係也十分的糟糕 幾乎都沒有什麼朋友 也沒有人願意喊他來往 更不用說認識女生了 因為孤獨而自卑 又因為自卑而孤獨 陷入不斷循環的林何俊 在某一天 他發現了一個可以交朋友的方式 那就是用假資料和假照片 來去玩網路交友 他開始盜用一些帥哥 或者是網帥的圖片 來把自己塑造成花美男的形象 他發現有好多的女神 願意主動和他聊天 他的人生當中 根本不曾體會過這樣的感受 就這樣沉迷在網路交友軟體 可是林何俊卻逐漸的走火入魔 交友軟體玩久了 林何俊心生邪念 他偏好找未成年的少女聊天 而這個年紀的女孩呢 懵懂無知又涉事未生 講難聽一點就是很好哄騙 都說聊天會把人的心給聊走 有些女孩聊一聊 就會開始互相用老公老婆互稱 而林何俊等到被害人逐漸信任他之後 他開始試探性的詢問被害人 可不可以拍裸照給他 而為了讓對方卸下心防 他甚至會先傳裸照給對方 那當然這裸照根本就不是他的 而是他上網下載了不特定男子的裸照 藉此博取對方的信任 而有時候他甚至會把自己 衛裝成少女去跟女生聊天 他會和女方說想要互相欣賞身體 或者是想要比較一下身材 而且林何俊還堅持對方一定要露臉 來滿足他的性幻想癖好 接著知道他已經騙來的裸照 再去換來更多被害人的裸照 甚至還廣傳給一樣 和他有奴隸癖好的同好們 一起研究欣賞 他等於先拿別的國中跟高中 未成年的猥褻私密照 傳給這個鎖定的被害人 讓被害人在收到這個猥褻私密照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這是同才之先的 彼此一個私密的照片的交換 此時被害人們已經落入了陷阱當中 林何俊取得裸照之後開始露出本性 他開始用裸照威脅被害人 交出更多的裸照 否則就要把照片公開 甚至還有更誇張的 林何俊威脅被害人 如果不交出裸照 他就要對他們的父母不利 這些未成年的少女哪裡懂這些啊 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只能乖乖的就範 而沒想到林何俊還不滿足 他變本加厲 開始誘騙部分的被害人 一起到旅館拍攝裸照 甚至還伸出了他的狼爪 撫摸甚至猥褻被害人的胸部以及下體 結果做得太過火了 被一舉告上法院 而他誘騙裸照的惡行 才終於被攤在陽光下 一個努力考上台大研究所的高材生 這面目竟是如此的猥瑣 只能說是諷刺啊 家境優惡的嫌犯 雙情一路栽培他就讀醫科 大學時就參加營隊遊走各國 旅遊足跡遍布歐洲 不過他照片上營造陽光形象 實際上卻是個孤僻的讀行俠 他跟同學之間的相處互動是比較少 並不清楚他的過程 所以我們市政也非常的驅逆 就連他考上了台大也在去年8月 會註銷他的錄取資格 而他去年交保後還投入小說寫作 在臉書開放給大眾閱讀 小說內容還直言 要討論讓人省私的倫理議題 再對照他現實生活中的犯行 也讓人感覺格外諷刺 雖然林和俊在鏡頭前 央求直接判他私心比較快 但顯然 他本身並不認為這是錯誤的事情 包含在開庭時一連串的脫序舉動 都讓家屬深切地認為 眼前荼毒自己寶貝女兒的犯人 簡直比人渣還要不如 這雅照片容量多達120居83人當中 只有一人成年 事件爆發後 23歲的林姓男子放棄台大資格 專心打官司 而這回首次開庭結束後 被害人家屬哭著指責他 但他擺出一副不在乎的樣子 還跟律師說聽不懂在說什麼 甚至拿出卡片說是要感謝抓他的警察 請法官代轉被拒絕 又在法院戴著面具亂喘嚇人 根本是把法庭當成惡系 要被害人如何能接受 台北地院一審判決 在右拍的部分 以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 依照接續犯僅判三年 而違憲少女的部分 則是四個月可一顆罰金12萬元 超過80名未成年少女被害 裁判三年 豈有此理 檢方不服再提上訴 而林何俊在高院的開庭時後 他還跟法官求情 他說因為自己這個案件 而無法就讀台大研究所 目前只能在五金行當技工 而每個月月收入僅有2萬2 還要跟父親共同撫養爺爺奶奶 希望法院可以看在這個份上侵判他 但高院就狠狠地打了他的臉 認為這不構成減刑要件 痛批 林何俊為了滿足自己的癖好 引誘眾多的被害少女自拍裸照 而且犯罪時間長 嚴重影響了身心發展 這不是一時失慮 更沒有情侵法中的問題 完全不值得同情 決定改譯訴罪併罰 總共判林何俊 106年10個月 另外還有34個月可一顆罰金 最後上訴到了最高法院之後 改判104年2個月定業 判決稍過百年 簡直跟無期徒刑沒兩樣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國刑法》規定 有期徒刑上限就是30年 所以林何俊到底得吃多少年的勞犯 還是得等實際裁定之後 我們才知道了 只知道林何俊犯下如此誇張的惡行 哪怕很久以後他終於出獄 醫生臭名的他 恐怕也永世不得翻身了吧 網路交友軟體不全然是壞事 其實有很多上班族或小資族 他們的工作環境想要認識同源異性 根本機會微乎其微 所以很多人選擇用交友軟體來認識異性 而且比例還真的不少 但就連成年人都會被詐騙了 那更何況是不知人心險惡的小孩子呢? 平時多關心孩子們的交友狀況 如果發現孩子行為舉止怪異 試著慢慢和孩子們溝通 但也不要一昧地限制他 否則只會是反效果 那如果你是父母 你會不會擔心自己的小孩 也遇上靈和菌這種人呢? 又該怎麼提早防範? 都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輸壓飲品夢夢水 有輸壓元素、茶胺酸 添加GABA、羊柑橘萃取物 豐富膠原蛋白 低熱量、好吸收 更能幫助入睡 現在輸入大兵紅推薦代碼 CTI521就能獲得折扣 上網搜尋快點購或掃右上角QR Code 還有更多的優惠等著你 那喜歡我們五二小組的影片 也可以多多的按讚分享 我是大兵紅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